记者刘晓星彰化报道,民进党彰化市长大战,战火越来越烈,现议员林世贤推出最新一波电话议题调查,今晚就有许多彰化市民接到电话,不少党内人士认为两强相争并有一伤,建议在党内登记之前让两人先进行民调PK,民调胜处者参选,另一人可以继续在远跑道服务选民,才不会造成人才的遗憾。 今晚许多彰化市民都接到林世贤电话议题调查,调查民众对于林世贤与魏县长共同中止台化污染,转型带动彰化繁荣的认同度,林世贤强调这是以科学方式来知道民意的走向,但现议员赖案章认为林世贤此举根本是在消费彰化线的大家长,对此林世贤回应台化转型的功劳,他不敢独揽。 对于赖案章与林世贤争取彰化市长的民进党提名大战,当内不少人士认为两人都是人才,等到登记后才来进行民调,势必只能有一人出现,不如在登记前就来进行民调PK,胜处者参选彰化市长,另一人也有机会继续在议会问证。 民进党彰化县党部主委黄正彦表示,不能只为彰化市长提名来进行登记作业前的民调,如果可行的话,也是针对有相同情况的乡镇事来做,必须彼此都有共识,也愿意对民调结果做出承诺。 对此,林世贤,赖案章对此都表示尊重党的机制,赖案章强调,一旦民调就有输赢,也有诚信风险问题,应该由党中央大佬出面协调,比较妥当。 而林世贤认为,如果登记前民调,这是为了党内和谐,不是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考量,他反对密室协商提名应该是公开透明,以名义为最大依规,尊重人民选择。 对他人的公开,前済们和谈访够 Padre调宣 Faculty的仅 mineof值划旧,赖案章对人和谈访评划 hiper方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